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5G技术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5G旋风滚筒 回旋加速的数据漩涡 2.5G魔术地毯 飞略数据平原的奇幻之旅 3.5G数据乌托邦 建造梦想连接的理想国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5G旋风滚筒 回旋加速的数据漩涡 各位亲爱的数据爱好者 科技迷和未来学家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让人眼花缭乱 数据飞舞的话题 5G旋风滚筒 回旋加速的数据漩涡 首先,让我们用一个小比喻来开启我们的想象 想象一下 你站在一个巨大的洗衣机前 这不是普通的洗衣机 而是未来的洗衣机 它不洗衣服,它洗数据 这台洗衣机就是5G技术 而你手中的那些脏兮兮的数据 准备在这个滚筒里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清洗 5G,即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它比4G快上不止一个档次 就像是从脚踏车换乘到高速列车 这意味着 当你还在对着你的手机屏幕喊加载吧 亲爱的 10.5G用户已经在下一个视频笑出了声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个旋风滚筒的特点 首先,它的速度快得惊人 理论上可以达到每秒20Gbps的数据传输速度 这意味着 你可以在几秒钟内下载一部高清电影 而不是去泡一壶茶等待下载完成 其次,5G的延迟极低 大约在一毫秒左右 这就像是你和你的朋友玩重秘藏 但是你有超能力 可以在他们还没藏好的时候就找到他们 这对于自动驾驶汽车 远程手术等需要及时反应的应用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再来,5G的连接密度高 理论上每平方公里 可以支持百万级的设备连接 这就像是一个超级派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舞台 而且不会互相干扰 这对于物联网的发展至关重要 因为未来的世界将是万物互联的 当然,5G也有它的挑战 比如覆盖范围 基站建设成本和设备升级等问题 但这就像是任何一场革命 总会有一些风浪需要克服 最后,让我们以一个幽默的预言 结束这场谈话 在不久的将来 当你的孩子问你 爸爸妈妈,什么是缓冲? 你将会微笑住回答 那是一种古老的仪式 我们曾经用它来祈求视频神快速加载 而5G将是让这个仪式成为历史的魔法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5G魔术地毯 飞略数据平原的奇幻之旅 各位亲爱的数据游侠和无线通讯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令人着迷的话题 5G魔术地毯 飞略数据平原的奇幻之旅 这不是一个来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而是一个关于现代科技 如何将我们带入一个 全新的通讯时代的现代语言 首先 让我们揭开这块神奇地毯的面纱 5G 即第五代移动通讯技术 是一种可以让我们的手机和其他设备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率传输数据的技术 想象一下 你的手机就像一个小巧的飞毯 能够在数据的海洋中自由翱翔 而不会遇到任何延迟或中断的风暴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这个魔术地毯的魔法成分 5G网络使用了一种称为毫米波的高频波段 这就像是一个未被发现的魔法频域 它能够传送大量的数据 就像魔术地毯上的丝线一样细腻而强大 这意味着 更快的下载速度 更低的延迟和更多的连接设备 但是 就像所有的魔法一样 毫米波也有它的局限性 它的传播距离较短 而且容易被建筑物和天气影响 不过 别担心 这里还有更多的魔法 为了克服这些限制 5G网络使用了一种称为网络切片的技术 它可以将一个物理网络分割成多个虚拟网络 每个网络都有不同的特性和优先级 这就像是你的魔术地毯 可以根据你的旅行需求改变颜色和形状 而且 5G还引入了边缘计算 这意味着数据处理 不再仅仅发生在遥远的云端 而是在离用户更近的地方 这就像是在你的魔术地毯旅行中 有一个随行的魔法助手 随时准备为你提供所需的魔法咒语 奇幻之旅的实际应用 5G魔术地毯将带领我们进入一个超高清的视频流媒体世界 无逢的虚拟现实体验 以及自动驾驶汽车在数据高速公路上的巡航 这不仅仅是关于更快的互联网速度 这是关于一个全新的创新和互联的世界 当然 就像所有伟大的探险一样 5G魔术地毯的旅程也有它的挑战 从安全性到隐私问题 从基础设施的建设到全球规模的部署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共同克服的障碍 所以 各位勇敢的数据旅行者 当你们准备好在5G魔术地毯上 展开你们的奇幻之旅时 记得这是 一次不仅仅是关于速度的旅行 而是关于创造一个更加互联 智能和灵活的未来世界的旅行 系好安全带 准备起飞 未来已经来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5G数据乌托邦 建造梦想连接的理想国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5G数据乌托邦 建造梦想连接的理想国 这个概念听起来 就像是从科幻小说中走出来的 但实际上 它比你想的要更接近现实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 在古希腊 哲学家伯拉图在他的著作 《理想国》中描绘了一个完美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 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和谐共处 现在 将这个概念搬到21世纪 我们有了新的工具 5G技术 来建造我们自己的数据乌托邦 5G 即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它的速度快得惊人 延迟低得令人咋舌 就像是从过去的蒸汽机时代 一跃进入了超音速喷射时代 这意味着 我们可以在几乎没有等待的情况下 下载电影 进行视频通话 甚至远程操控机器人 进行外科手术 这不是开玩笑 这是真的 现在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5G数据乌托邦的样子 在这个理想国中 所有的设备都是互联的 你的冰箱会告诉你什么时候牛奶快过期了 你的汽车会自己找到最佳路进来 避开交通拥堵 你的智能手表会提醒你该起来动一动了 因为你已经做了太久 而且他知道你最近的健身目标 但是 正如所有的乌托邦一样 5G数据乌托邦也有他的挑战 首先 我们需要确保网络的安全性 因为没有人希望他们的智能冰箱被黑客攻击 然后开始自己订购牛奶 其次 我们需要考虑数据隐私的问题 因为在这个理想国中 几乎每一个动作都会被数据化 而这些数据可能会告诉别人 你比你自己更了解自己 最后 我们还需要考虑到数字鸿沟的问题 在这个5G乌托邦中 那些能够负担得起最新技术的人 将会享受到所有的好处 而那些不能的人 可能会被遗留在数据沙漠中 无法享受到这些连接带来的便利 总之 5G数据乌托邦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概念 它有潜力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就像互联网在二十世纪末所做的那样 但是 正如百拉图所提醒我们的 理想国是一个目标 一个指导我们前进的北极星 而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轻易达到的终点 所以 让我们一起努力 建造一个更加连接 更加智能 但同时 也更加安全和公平的未来吧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5G旋风滚筒 回旋加速的数据漩涡 5G魔术地毯 飞略数据平原的奇幻之旅和5G数据乌托邦 建造梦想连接的理想国这三个有关5G的话题 我们从不同的比喻和视角来描述了5G的特点和应用 无论是洗衣机 飞毯还是乌托邦 都只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5G的未来 5G的快速速度 低延迟和高连接密度 将带来许多创新和便利 如超高清视频 自动驾驶汽车和物联网 然而 我们也要认识到5G所面临的挑战 如覆盖范围 安全性和数字鸿沟等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和智慧来克服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于5G的未来有什么期望和担忧呢 请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数据漩涡中的奇妙世界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